大家好,我是老万 今天跟大家说一个视频容易火的话题 我发现现在有一个事挺奇怪的 就是只要你说厂家不好 你干它 你跟它站在对立面 这视频就能火 可能是不是我们车友也认为说 那你拍房车视频的 你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起 那好像显得然 我们和厂家 我们车友和厂家 就是在一个对立面的 实际上我觉得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车友永远是主体 那厂家是给我们做服务的 他通过他的产品给我做服务 所以我觉得 对于那些产品做的不好的厂家呢 我们应该是他的对立面 然后呢 我们应该去监督他 但是对于那些产品做的可以的 我觉得应该是多给他提建议 而不是干他 就是说见人就骂的自媒体人 怎么说值得商榷吧 我现在说话特别紧实 因为我也不是专家 我只是拍视频的 千万不要叫老师 也不要叫专家 然后 有的时候口误啊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干脆这个事 我说的不对 就会被人喷 这个事我都认啊 所以说 带一些个人色彩说的话吧 请大家也多多包涵 我个人是觉得不能 所有的厂家都慢 虽然说现在所有厂家做的产品都或多或少的 有一些不让我们满满意的地方 但是行业发展就是这样 金屋足痴人无完人嘛 是吧 呃 做了这么多铺垫呢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 我认为厂家真的存在的问题 就是国外的厂家存不存在 存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啊 但我们国内的厂家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就是 所有坐房车的人不玩房车 不能说是所有啊 我又打脸了 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坐房车的人不玩房车 甚至说他们看了房车之后 有点恼烈它 这我是跟有些房车老板聊的 他们坐房车就是为了赚钱 这句话是不是觉得挺气人 但实际上坐房车就是为了赚钱嘛 人家是生意人嘛 这很合理嘛 但是这是一个bug 没办法去解决 这房车老板们也和我吐槽 说老板我去玩房车 玩了三年回来 我这厂都不黄了吗 哪有时间去玩房车 不到我没有时间玩房车 我工厂的设计师 员工也都没有时间玩房车 不现实 因为现在房车主要的使用群里 是群体是退了休的 有时间的 岁月静好的这拨人 他们 他们已经处在人生的这个 这个阶段了 而房车老板们 没处在人生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是说的过去的 但是确实是个问题 你不玩房车 你怎么去知道 我们的使用的感受呢 是吧 所以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可以不玩房车 不使用房车 但是你不能不爱你的产品 你不能不爱房车 你就是逼着你也得爱上它 你自己做的东西 你必须得爱它 不断地找出它的缺点 不断地去改进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房车厂 那现在我们也很积极地看到 有很多房车厂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 我们之所以要求房车厂的人去房车旅行 就是因为它在实际的使用中 它才能知道这个房车使用的方便和不方便 它才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那么现在呢 已经有房车厂通过其他的方式 去了解这些信息了 就是我可以自己不玩房车 不房车旅行 但是我也有获得这个房车使用信息的渠道 那就是从车友这获得嘛 对吧 比如说在房车营地跟车友聊天 比如说看我们这些自媒体上的评论区 这些都是获得房车改进信息的通道 你不能否认呀 兄弟们 房车的改进度还是挺大的 就是一些厂子的产品升级换单还是挺快的 这也证明我们这个行业有未来 在这儿呢 也请您擦亮慧眼 行业里还是有一些鱼龙混杂的厂子 但是整体上这个行业是往前走的 厂商的产品在往前走 我们车友对房车的使用的态度在往前走 对使用的专业性在往前走 甚至买车的车友 他们对房车的这个知识的储备也在往前走 然后我做一个房车拍视频的呢 拍房车视频的呢 我也在往前走 我也在增加我自己的知识储备 但是很抱歉啊 因为我41年的人生经历 我不是专业干这个的 我只是怀着一腔热血去想做这样的事情 也请大家理解 我的视频里有一些瑕疵 甚至有一些错误啊 大家只要纠正出来 我就学习努力 我就改进 但是请大家千万不要认身攻击 就是我的每一个视频 我希望对你们有用 我不是在炫耀 我也不是在去坑谁害谁 有些时候的错误是无心之伤 就是因为我支持的储备有限 但是我告诉你们 我一定会一个房车厂商 一个房车厂商去走 我一定去努力的去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 也希望大家能够当我的老师 如果发现有一些有问题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或者也可以私信告诉我 这样给我留点面子 我就是一心一意拍视频的 为大家做服务的老万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没有关注的给老万点点关注 已经关注到了 给老万评论一下 拜拜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